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平面上他有12條直線 其中5條平行 另外 4條共點 其餘的 3條 不共點 而且 也跟一兩條都不平行 那麼 則有這些直線 可以決定 第一個 有幾個焦點 好 這個焦點的話 就是說 只要兩條直線 不平行的話 他就一定會有焦點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給他分裂 分裂就是說 他跟他形成的焦點 與他跟他形成的焦點 還有他跟他形成的焦點 就每一組之間的話 他那個直線 都 都沒有互相平行 就是說 這裡的每一條直線 都跟他沒有互相平行 也就是說這裡的每一條直線 一定跟他會有焦點 所以我們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的話 就是說 這裡我取一條直線 這裡取一條直線 就是C C C5取一 乘以多少呢 C4取一 那可以形成這麼多焦點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跟這個 這個跟這個的話呢 會形成多少焦點 這是C5取一 這是C5取一 乘以多少 C3 只有三條 取一 這叫做啥呢 這個跟這個形成的焦點 這是C4取一 乘以 C3取一 還有這樣 將他們自己內部形成焦點 這個的話 他形成幾個焦點 一個焦點 這個五個平行沒有焦點 他一個焦點 這裡有三個焦點 這樣把它加一加 焦點 就是焦點 這個是 20 這叫做 15 這4312 所以是20 加上15 加上12 加上3 我們加上3加1 所以是51 所以總共有51個焦點 好 那麼他們說 共可以形成幾個三角形 我們想的就是說 你三條直線 不共線 不平行的三條直線 可以形成一個三角形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就是說 我這裡 取一條 這裡的話 取兩條 因為 這裡的一兩條 它都不互相平行 而且這裡的每一條 跟它也都不平行 所以你這裡取兩條 這裡取一條的話 可以形成一個三角形 這個不取 或者 你有可能是 這裡取一條 這裡取兩條 有可能什麼呢 有可能是 這裡取一條 我這裡取一條 這裡取兩條 我這裡取一條 有可能是 這裡取兩條 這裡取一條 加上自己練步行動三角形 這裡又有個三角形 再加1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裡取一條 這裡取兩條的話 它的那個 形成三角形 個數有多少呢 就5 5條取一條 乘以多少 這是4條 取兩條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5條 取一條 這裡是5條 取一條 然後呢 乘以多少呢 這裡是 3條 取兩條 3條 取兩條 這個的話 這個是 4條 取一條 3條 取兩條 這個的話 這個是 4條 取兩條 這個多少呢 3條 取一條 把它全部加起來 最後 再給它加1 好 這樣給多少 這是 這個是多少呢 5 乘以多少 4取2 這是30 這是多少呢 這是 5乘3 是15 這是4乘3 12 這應該是6 638 4 4取2 應該是6 638 好 那 全部把它加起來 30加上 15 加上12 加上18 加1 等於76 所以可以形成 76個三角形